那里足迹的时间 今天的导读团队真的非常感恩 她是代班 代班 临时因为团队有事 然后协调 她重新做了一个简报 就是当学医找她的时候 她就说 好 我上 就马上做出这个简报 今天来导读 极短的时间挑战自己 掌声欢迎 舒曼 感恩老师 敬爱的上人 金色师傅 全球的书友们 大家好 今天要导读的范围是 那里足迹 秋之卷 7月25日到7月31日 主题是 顺习无常 菩萨共成善事 大陆河南省 在2021年7月份 遭遇了一场 超过历史极值的暴雨 暴雨的强度前所未有 是千百年来未曾遭遇过的 全省约有757万人受灾 灾情很严重 受到烟花台风的影响 原本年平均降雨量 641毫米的郑州 在7月17日到7月21日 短短几天之内 降下了772毫米的雨量 我们一起来看这张雨量实况图 整个河南省都由雨 灾情最严重的地区是郑州 短短几天之内 降下了将近800毫米的雨量 雨量实在是太大了 导致暴雨成灾 京广路隧道全长4公里 是郑州主要的交通动脉之一 遭到了泥水的吞没 超过200部的汽车 浸泡在滚滚的泥浆里 大水也冲灌进入地下铁车站内 地铁的车厢一度遭到灭顶 灾情非常严重 我们一起来工厅上人的开示 抱歉 抱歉 这里 感恩 天下灾难偏动 这也就是佛陀所说的 人间的无常 是大无常 我们人不要以为 我看不到 我就不相信 等到我们看到才相信 已经太迟了 来不及 来不及 所以我也时常都说 来不及 现在又说 做不及 来不及呢 还可以说 来不及了 赶快做 赶快做 现在 就说 做也做不及了 所以可见 是多么紧急的天下事 天下 感恩上人 人间多苦难 面对这瞬间降临的无常 灾民们金黄未定 心有余悸 放眼望去 触目所及 都是被泥江冲刷过的家园 满目疮痍 无语问苍天 让人看了很不忍心 菩萨所缘 缘苦众生 当郑州发生暴雨灾难之后 此季志工在第一时间 从各个地方集结到这里 无论是蓝天白云 或是灰衣白裤 人人本着无缘大慈的悲心 分从各个不同的县市来到这儿 大家汇聚在一起 开始日以继夜 马不停蹄地调集物资 从采购配送到搬运 针对灾民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民生用品 迅速地展开发放 对于受灾的民众 以真诚的爱心 除了有形的物资之外 更给予真诚的抚慰 用温暖的言语 亲切的态度 安抚灾民恍恍不安的心 闻生就苦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种民包物语的大爱精神 就如同这一首诗的情怀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岂约无依 与子同袍 我们一起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职人在哪里呢 他在河南 几个县市 职人 会聚在一起 表演的地方 去协助 当地的地方的职工 也服役出来 晚上的十点半 但是我们的职工家人们 还在陆续地搬一些物资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去河南省郑州市 郑东新区 祥盛街的消防总队 我们接下来呢 要把这些采购的物品 要及时地送过去 这就是他们 现在这几天啊 所做的 那花放物资 民生所需要 智慧型的花放 他们把物资了 总是呢 拜拜了 那我到了这个摊位 我需要 我多少人 拿到的 都是适用 就是在要用的东西 需要的东西 必要的东西 毛巾 香皂 被子 水口 这些是女子用的吗 是啊 家里都被严满了 我这是 也是说受灾的群众 然后我们都自愿过来 做自愿者的 接收物资 分发物资 然后帮助老年人 帮助营幼儿 今天这次次过来 发我们的 你看水桶了 脸盆了 毛巾了 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好多老年人都感动的哭了 其实我也可感动 知道吧 然后他们都特别感恩 他们可以得到这么多人 那样亲切爱的能量 来招呼了他们 这就是真诚的爱 感恩上人 在这段期间里 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其中有一则印象非常深刻 这是一部装载着 折叠床的大型货柜车 从浙江启程 要把物资运往郑州 由于路径 几乎和烟花台风一致 都是由东向西行 因此一路上 大货车在有风有雨的情况下 喊烟花赛跑 司机一家人坐在车子里 顾不得休息 也没空好好的吃饭 不畏风雨 千里奔波 畏的是 赶紧把折叠床送到灾区 让灾民们可以早一天 身心得到安顿 他们这种畏公而忘丝的精神 实在让人非常感动 人间有爱就有希望 司机志工用心用爱的付出 不但带给灾民希望和勇气 也带动了许多热心的商家和民众 大家出钱出力 也捐赠物资 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人人共善 想要帮助受灾的乡亲 走过难关的心情 是一样的 更可贵的是 因为这一波的灾难 许多年轻人 因为受到慈激志工深行的感动 也纷纷加入了志工的行列 大家亲帮亲 邻邦邻 以真诚的爱心 协助灾民 倾销环境 整理家园 一个个青春洋溢的脸庞 展露出助人为乐的快乐光芒 我们一起来攻读这句禁思语 有人愿意付出 苦难者才能得救 多增加爱心人 世间就会有希望 让我们期许自己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都能够付出力量 付出爱 做一个随顺姻缘 度化众生的绝有情人 感恩 好 非常感恩 我们的导读人 随时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补味 但是说真的 要去挑战的时候 不是像这样简报做好就好 他们是要写逐字稿 因为我们要翻译成19种语言的 19种语言 所以就是导读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